议员不停劝屡次打岔 结果被逐出议会厅 今天下午经济部长拉菲兹 在国会总结辩论时 多名国盟国会议员不断地试图打断他发言 虽然议长已经发出警告 却还是无法喝阻国盟国会议员 几分钟后阿旺哈欣再度尝试打岔 结果就是被逐出议会厅并禁足两天 阿旺哈欣也是本季国会 第一个被驱逐的国会议员 议长佐哈里强调 他已经多次警告 要求阿旺哈欣不要再打岔 但是他依然不断地站起来 不过佐哈里也指示拉菲兹 必须撤回小丑的字眼 拉菲兹最终也撤回了这个词 profile ச个大本子 请不吝点赞和调菲兹最终也撤回了这个词 请不吝点赞和谊 请不吝点赞和谈订阅